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未來戰最近剛上市 應該會有很多新手會不清楚抽到的SSR角色 究竟在當前版本或是在不同的情況中 會有怎麼樣的定位與作用 因此這次洛洛要為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所開放的SSR角色 希望可以幫助玩家進行開局抽角或培養的選擇考量 不會因為遊戲之後會開放覺醒角 而且有些SR的強度還是會比SSR高 若你也有自己的見解也歡迎在留言分享討論哦 影片開始前若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可以先訂閱一下洛洛的頻道哦 徐芸 被動出場時有短時間提高全體攻擊力爆 但本身的輸出能力不高 主動技能有降攻防和擊退推人效果 大招則是範圍持續傷害並帶有硬直效果 是徐芸的核心技能 這隻的輔助效果高於輸出 主動技能推人很好用 可以破壞敵人陣型 將對方前排推到後排 再配合輸出角擊殺對方後排 有玩PVP的玩家可以考慮將他放在隊伍中當工具人 根據韓服情況 若是後面覺醒角出之後 徐芸就幾乎是沒有什麼上場機會了 因為擊退效果不對空 也無法應對剛迴避的敵人 再加上輸出低 所以在PVE也沒有什麼空間 哇!是珍妮弗 咳咳 是珍妮毒一 4倍的士兵輸出角色 費用偏高 被動在進場的瞬間有10秒高迴避 升級後可再加攻速和爆傷 可以用來扛住一些攻擊 而且普攻被動兩到三次後會造成範圍攻擊 滿擊時還能夠範圍必爆 技能則是範圍傷害 這隻並沒有大招但有兩招被動 以近戰普攻持續輸出來說不差 但很吃裝備 全靠閃避撐場 長時間在場上比較有效益 但缺少爆發傷害 比較常用於PVP上 約翰眉森 在定位上偏上是特殊功能型的角色 輸出能力不高 並且需要4倍的高耗費 帶有雙被動技能 其中一個被動可以強化全體機械的攻擊和穿動能力 另外一個被動在出場時可以召喚無人機 之後會召喚輕時體幫助戰鬥一場一次 主動技能可以消除護盾和封印敵人技能 整體技能中只有封技比較實用 主要缺點在於輕實體大部分場合都不太容易出場 和珍妮多一都是屬於長時間在場上 才會比較具有效益的角色 加上整體作用高費而且偏功能性 所以在PVE或PVP的作用都不大 不推薦新人培養 真的有多餘的資源在看情況鏈 正騎士艾斯特洛索 具備高坦度的角色 被動初級時可以附加自身體力護盾 滿級後半血時可以再觸發一次 主動技範圍傷害並且有減傷和加攻技能 收入傷害不錯 只是費用偏高需要5費 使用上會有點便扭 再加上本身又被狙擊手克制 不如使用一些更熟的3費角色 搭配2費角色來得更好 因此費用高就是其唯一缺點 不過若是想投入資源 新手前期開荒使用這隻角色也還不錯 不用花太多資源也可以有不錯的坦度 後面打高難度後本也可以將其練度往上培養 PVP的用處主要在於用來消耗輸出不足的陣容 不過因為目前版本牆裡具體手不多 再加上能坦的前排不多 PVP還是會有不少人會先拿來頂著用 奧爾卡 3費前鋒 具備高血量的角色 坦度和輸出都不錯 普攻被動殺死敵人後可以回血 滿級加攻擊 主動CT短又是直線穿透傷害 大招殺人後又可以再減少冷卻時間 因此在PVE能夠湧動持續作戰殺小怪 但需要靠裝備支撐 但在PVP比較沒什麼效用 但可以用來針對狙擊和伸手 看對方會下什麼角色用 用減CT的裝備可以有效提高他的輸出傷害 不過因為奧爾卡很吃練度和裝備 雖然練起來就是不錯的前排了 但也不是很推薦新手培養 終結者 雖然直接召喚會有兩隻 但是4倍的價格偏高 而且只有被動技能 若是戰前排沒有輸出很容易死的快 整體的被動技能增傷減防都有 但輸出真的不太好 費用在第一師的前鋒都還有更好的替代 雖然坦度還不錯 在某些PVE都還可以用 但在覺醒加入後會再更難受一點 PVP更是沒有上場的機會 因此不推薦新手培養 力量支配者 和終結者一樣召喚時會有兩隻 且只有被動技能 但費用只需要3 彈度不錯但輸出一樣偏低 普攻在一定距離可以對空射擊 傷害還能接受 被動具有普攻射擊嘲諷和減傷 在死亡時也能附加全體隊員減傷 彈度還不錯 推薦好用且有對空能力 PVP和PVE都是可以使用的前排角色 在有些PVE對空的關卡也可以派上用場 PVP則是偏向作為先手前排 適合新手前期使用 只是隨著遊戲進度往後 可能出場率就會隨之降低 加上覺醒角加入後也會比較難受一點 看情況培養囉 太坦 很順的機械裝甲部隊 基礎數值都相當高 但需要費用6的前鋒 普攻有範圍可以打3隻 技能是連射範圍傷害 主動技是高傷害群體攻擊 被動除了增加攻擊後 還能夠免疫技能僵職效果 缺點是攻擊間隔長且無對功能力 而且攻擊是彈藥打中目標敵人後 爆炸才會有範圍傷害 以出租能力來說很文妙 在PVE的使用上 因為費用太高不太會有出場的機會 但若是PVP中 泰坦將會是機械隊的核心前排 不過由於移動速度較慢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被小鈴之類的狙擊手克制 下場的位置要特別注意 船艦推薦是亞伯拉罕 主打PVP戰場 但因為難以混搭 機械隊又要有一定的培育才行 所以培養上還是看玩家對機械隊有沒有愛咯 七元千下 目前版本最強的奶媽 也是我婆婆 雖然是三費的優質輔助 但新手前期時一定要注意 先不要培養輔助角色 優先以輸出項角色來培養 被動在出場時可以附加我方減傷 技能和大招都帶有攻擊敵人 和恢復隊友的效果 技能可以擊退敵人 大招則可以範圍恢復和增加我方攻擊力 以及降低敵人攻擊速度 擊飛附近地面敵人 回血減傷的特色讓他在PVE或是PVP 都是非常重要的續航力來源 PVP也可以用來保護前排角色 用來搭配減CT的裝備 和多位輔助角優質前排陣容中的奶盾 並注意對面是否有破盾或是減治療的角色 新手前期較不推薦充 在後期的價值會比較高 加恩 在三倍的射手中有很不錯的血量和防禦 定位比較偏向功能性射手 因此輸出能力一般 主要作用在於控制、負輸出的角色 被動每4次普攻可以追加S2外傷害並降攻速 有很好的牽制能力 主動技帶有高速範圍暈眩傷害 大招有輸出也有控制 若觸發被動可以再減大招的冷卻 因此加恩的特性主要在仰賴被動傷害 以及主動技和大招的控場打斷能力 在PVP可以抓時機下場控制 有效牽制敵人 能夠有機會翻盤場面 PVE表現則比較普通 唯一的缺點就是輸出不是太出色 而且後面覺醒角出來後出場率下降不少 但還是可以依照個人喜好來決定是否培養 小林 雖然脆皮但卻是全遊戲頂端的普攻 又帶高暴擊的輸出角色 但伴隨而來的就是非常低的血量 防禦和閃避值 普攻可以透過遠距離來打出高傷害 被動還能夠隨著距離增傷 滿擊後再必定暴擊 主動技三連射在滿擊後可以隨著距離再增加傷害 技能在非PVP下有貫通效果 大招帶有高傷害並且能夠擊退敵人 唯獨可惜的就是不能對空這點 但在地面就是非常強勢的對地輸出 新手抽到可以直接培養並且可以練到後期 在PVP使用小林時要非常注意她的生存環境 要不就是小林很快帶走對面前排 要不就是小林一不小心就被對面帶走 但只要小林有必定暴擊的被動效果出來後 將會是一名輸出爆炸的C位角色 雖然後面還會推出比小林更好的狙擊手 但目前台幅的環境 小林還是一位滿推薦練起來的角色 術水早苗 只需要三費的對地狙擊手 比較屬於是小林的下位角色 輸出稍較小林遜色 但生存能力上比小林好些 被動技能可提高附近狙擊手攻擊力 主動技有不錯的前方範圍輸出能力 且帶穿透 具備高爆發的長距離輸出 大招則是範圍傷害 技能結束後帶高擊退效果 越近擊退越遠 可和敵人保有一定的安全距離 不論是PVE或是PVP都可以培養 盧蜜 屬於比較針對防禦塔或劍船的工程輸出角色 出場時會進行近身範圍轟炸 技能會往敵方防禦塔或劍船移動攻擊 並帶擊退效果 大招則是召喚工程卡車 直衝對方防禦塔或劍船可以撞4次 並且會推開附近的敵人 一直撞到卡車被破壞為止 卡車攻擊時會扣卡車自身血量 這隻在PVE的出場機會不多 PVP會比較有用 能夠推開敵人的效果可以用在奇襲戰術上 不過目前都是以硬推線的關係 所以不一定要派上用場 後面覺醒角出來後出場率會下降不少 因此不太推薦新手培養 會比較適合喜歡玩PVP拆架玩法的玩家 油美 很兇的三費肉盾 防禦血量也很出色 也有不錯的迴避、減傷和減敵人攻擊 以及嘲諷敵人的能力 特色在於被動出場時可以提供 減傷和高閃避加成 同時還會主動鎖定目標進行中距離突進 造成範圍傷害、降命中和嘲諷 入滿擊後還能夠再減攻擊 大招造成範圍持續的低傷害 結束後增加減傷和大量閃避 作為實戰上的坦克很棒 適合新手作為開放的竹坦使用 也可以持續練到後期 在覺醒環境之前的PVP是不錯的先手前排 在放特殊技時如果目標被擊退 他會跟著目標途徑到目標所在的位置 用來推人和途徑後排都不錯 前期想投資的話可以優先著重在技能上 技能5等的效果都很不錯 七元千冬 三費的全能型近戰前鋒 普攻是小範圍傷害 被動4次普攻追加以此額外攻擊 並帶控制 升級後可以針對護衛單位有額外增傷 主動技能除了短距離範圍傷害外 還提供防禦減傷 大招遠距離多段傷害並提供攻速和霸體 主動技和大招的範圍傷害 都帶有強化自身生存和輸出能力的效果 是個攻守兼具的角色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這隻角色很吃練度和裝備 技能點滿後才可以發揮出效果 比較屬於後期的前鋒角色 在PVE是不錯的持續輸出前鋒 在PVP打防守時控制對方前排用 培養門檻較高因此不推薦新手前期培養 省家 有全體攻速BUFF的三倍射手 強度不算高 被動範圍加攻速和暴擊 並且可以召喚出分身一起攻擊 最多招出兩名 分身也可以用來提升周圍前鋒的攻擊 同時還能夠用來抵擋敵人 分身造成的傷害還不錯 忍死分身也會存在一小段時間 整體輸出能力不差 但PVP特色不明顯且費用偏高 大招帶擊退效果可以用來控場推線 在PVE會比較有用在一些高難度或是特殊副本 簡單說就是人海戰術時可以用 但就是多兩個角色幫忙打而已 屬性也只有原本的70% 真的缺角色時新手再培養會比較適合 凱爾 雖然是一名費用三的射手 但卻可以招盾格擋敵人前進 而且招盾瞬間還帶暈眩敵人效果 並且嘲諷敵人攻擊他 前後有盾的狀態下也可以把敵人卡在中間 凱爾的核心技能在於他的主動技 被動技也可以造成當前生命百分比的額外傷害 再加上有非常不錯的持續輸出和增傷能力 適合用來應對前排 像是坦克之類的角色 以及對控能力優秀 在功能性和控場方面都非常實用 並且能夠打斷和抵擋許多技能 大招搭配招盾技可以更有效對其中的敵人造成傷害 若是新手在前級開放階段會比較不介意培養凱爾 PVE的推圖效果並不出色 但凱爾比較偏向後期角色 在PVP可以搭配任何陣容 喜歡玩PVP的玩家在開放時期過後 就可以將凱爾拉起來 後期在PVP時幾乎人人必練 1.沙白潘德拉供 非常適合新手培養的優質輸出射手 具備高輸出能力、高血量、高暴擊與高閃避 出場落地時的高傷害可以直接打出一波爆發 秒掉脆皮敵人 並且在透過主動技持續對前排造成傷害 是個在功能面和輸出面都十分出色的射手 而且主動技有多段高傷害並且有減傷技 可以增加自身的生存能力 以及高傷害和帶有暈眩控制能力的範圍大招 滿級後還可以必定暴擊 以私費的價值來說 CP值很高 對控、對定能力也都很優秀 無論是在PVE或是PVP時都很實用 PVE可以透過暴力碾壓大部分的關卡 而在PVP時可以使用落地爆發切敵人後排 只要注意落地的位置不要太危險即可 再用大招對全體輸出且帶硬直效果 再持續對前排造成傷害 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讓血泊的 伊莉莎白輕一躺地板 楊夏琳 非常好用的全能型的輔助角 在場上的生存能力不錯 所以戰場上血戰力很好 並且帶有debuff效果 只是新手前期在培養角色的時候要記得 輔助培養的優先度可以稍微放後面一點 前期角色先以輸出類的角色優先培養 楊夏琳可以召喚夥伴進行攻擊和輔助 攻擊為多種類輸出 輔助能降敵人普攻 附加我方護盾和提高我方攻擊力 以及提高我方的技能充能速度 和降低敵人充能速度 大招5等後可以追加 恢復自己以外的所有隊友血量20% 補量相當多 也是要到這個階段才有補血能力 只是前期還沒有成型前 最好還是帶一個能補的輔助會比較好一點 不論是在PVE或是PVP的效果 都是很常使用的角色 能夠配置在大部分的陣容內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在前期沒有練好主C的話先不要培養 和凱爾一樣都是屬於後期必練的角色 江蘇英 雖然和士兵一樣只有被動技 而且體質一般 但功能性強大 召喚也只要兩倍 被動E讓他可以在任何位置被召喚 初期的地點會出現警車橫推 造成傷害和擊退效果 警車爆炸也有傷害 且能夠伸出同級盾牌士兵 對兵善加利用可以吸收不少傷害 5等後還有爆炸增傷和變為召喚力量支配者 是江蘇英的核心技能 被動2則有士兵增攻和減傷光環 被動3對制裁者有額外增傷 5等還對狙擊手有增傷 可以用來殺後排的狙擊手使用 特別是針對脆皮的狙擊手 在PVP是很好用的功能角 但在PVE的表現就比較普通 警車功能性極強 低備再加可以切後排 可用在一些戰術上 而且盾兵和力量支配者 都可以用來擋敵人 再嘲諷吸傷害 以及他和盾兵也都有對空能力 算是功能性極強的角色 熟練好觸及地點 切後排和增傷被動 不過在PVE作用有限 比較適合後期用來打PVP的必練角色 那以上就是遊戲目前開放 SSR角色的分析與評價 希望可以幫助新手們在前期 結寫一些資源 有些角色沒有特別強調的 新手們可以看情況面 原本有將角色分級T0到T2 但未來戰畢竟也是一款 著重組隊搭配和策略的遊戲 因此只要搭配得宜 就算是R卡也有可能發揮出T0的價值 希望大家更將重點著重 放在角色的定位和不同場合下的價值 或許洛洛這裡還會再製作SR的全角色分析 有任何需要補充的地方 也可以在留言處分享你的看法 喜歡洛洛的影片可以點擊喜歡 給洛洛一個鼓勵 覺得內容適合也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頻道每週一到晚上9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